原本的批評是美國無限資本主義 會製造貧富懸殊社會矛盾 MIT研究部是真實的 反而原來它有自動調節 Income gap也很短 那你就是趨漲嗎? 但Wealth gap就不容易短 Income gap還是Wealth gap? Wealth gap就是基礎 基礎大一膨脹 當然有錢人膨脹得快 如果說計數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我是浩德祝大家聖大快樂新年進步 我身邊當然有詩生 今集我們再次請來一個非常重量級的嘉賓 中環資產投資基金的創辦人譚生強Eddie Eddie你好 Eddie上次上來 其實我們的收市立即拉高 今次再請Eddie上來碰私先生交流一下 我們第一節不如說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Eddie剛剛跟我說 原來美國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貧富懸殊的情況 原來和大家想像中很不同 Eddie可否說一說 美國的貧富懸殊是在收集中 背後的理由是怎樣破壞? 對我們有甚麼啟示? 首先要向師生道歉 多多冒犯 雖然刺激了收市 但還是有點不好意思 不重要 不同意見 衝擊一下對討論的生日性有好處 但我覺得事實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特別提到一點 我喜歡說話是有點外出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 陳康濫調就無謂說太多 但我最近發現MIT有個教授 David Otto 我想他研究了努力經濟很久 但他最近有些新的發現 我覺得很有趣 大家未必完全贊同 亦有人可能持稍為不同意見 但他是一個很多人留意的經濟學家 他的研究顯示是甚麼 他說自從COVID以來三至四年 他說美國的收入的差距 是收窄了過去四十年內累積拉闊的40% 四年內收窄了40% 例如說他有個圖指出 過去三至四年自從COVID 由2020年到起點 最低的10%美國人的收入 後來扣除了通脹 都升了8% 反而最低的10%的人收入 過去三至四年下跌了1.5% 即是來回已經拉近10% 所以他意思是過去40年累積的40% 我們剛才提到財富的差跌是另一件事 財富是不止收入 是指資產 最主要是看股市、樓市的走勢 例如今年美股表現這麼好 樓市也不錯 所以水上全高 連低下層的人家庭的 net worth也會上升 即是價值 但在最低下層的人家庭當然是拉幅 但財富和財富有不同的概念 但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美國是市場主導經濟 不是計劃經濟 然後他有自動調整的能力 自從COVID殺了一批工人 有些人失去不死也喪失了工作能力 有些人人有些人生改觀 夠錢早點退休 加上美國有很多補貼 所以令到努力市場很緊張 所以大家可能聽過 例如麥當勞、Starbucks、Amazon 那些貨充工人 所謂前戰工作人員 薪金大大上升 我想是平均升了三成以致翻倍 很多州份的minimum wage 都是大大提升 而且很久都沒有動作 努力 union最近都多了 所以你看到荷里活 很多地方有些罷工行動 所以這就是一方面勞動的供應不足 加了移民也不足 另一方面就是科技的改變 我一向都懷疑 AI會威脅白領多於藍領 這是確實的 但MIT研究部的集中點 焦點不在取替白領工作 反而AI和自動化 就是幫助本來生產效率低的工人 提升他們的生產力 所以他們的收入反而提升 第三點 這也重要的 這跟政府有關 就是美國尤其是Janet Yellen 採取的高壓力經濟政策 即是說雖然已經是全民就業 經濟又這麼好 第三季4.9%GDP 第四季下跌5.7% 一來抵消加息貨幣政策的收緊 但財赤很高 今年可能是8%GDP 即是驚人的和平時間 疫情後 為何要這樣做 其實它部分需要推動綠色革命 以及跟中國脫勾 以及人口老化 你多了很多的社會支出 社會福利支出 但另一方面 它就是玩了一個很大膽的政策 就是刺激經濟 經濟越好 餅造大了 反而工人收入是上升的 但美國工人不感激 他們仍是很討厭 冤聲載道 很討厭高通脹 很討厭拜登 因為有另外的研究顯示 人們感覺到的通脹不是在疫苗中 而下跌至3.2% 你會累積了過去兩年 即是說雞蛋跪了三成、一倍 通常要過兩年後 通常見到頂 人們感受到通脹下跌 而且人們是自私的 你會看到雞蛋跪、汽油跪 你不會記住我薪水追得到 你只會怪雞蛋跪了 所以拜登獲得有信用 仍然民調很低 但其實這個政策是頗為成功的 待會再討論一下 是否這是傳說中的免費午餐 我當然不相信 但為什麼美國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經濟又好、失業率又低 通脹又直接下降 但竟然連 income gap都是收窄 是否達到美式的共同富裕 我亦都接觸到一些美國朋友 他都說工資上升 但工資上升的一個原因 他說脫離勞動隊伍的人多了 有些可能拿了政府的疫情期間補貼 拿慣了之後就做不回事 如果你工作的人少了 工資就搶高了 我那位朋友是做工廠的管理 他現在主要在墨西哥那邊做 但他說美國想 由特朗普時代 已經想將工作崗位搬回美國 這方面就不算很成功 買中國東西買少了 但美國自己恢復生產的能力 就不算很強 但如果你小工人出來勞動市場 搶的話工資上升 這個我相信出現的機會會大 但那個gap 是否可以長期拉近 現在美國的經濟相對處於高增長的情況 相當一大部份的原因是聯儲局 基本上貨幣政策是相對寬鬆的 雖然是破紀錄的收窄 由零到五點五是不用兩年時間 這是未見過的 即是如果加息 也行QT現在不再QE 你可以說之前累積了那麼多QE 美國政府的債務是沒有怎樣選擇的 財政政策是非常刺激的 所以我待會再討論一下 因為財政政策亦是令到有一部份人 可以獲得福利 當然你說這亦是解決貧富懸殊的一種手段 問題是如果你經濟是有機增長的 你再投下去是一個正常的發展 如果你是靠借貸去維持 能否持久也有些經濟學家對這方面是表示擔憂 我覺得有兩點 一個就是AI非常重要 美國一個這麼成熟的經濟體 過往至少20年所謂的trend growth rate 即是它可以持續到的實際增長率 大概是1.5至2% 而它的TFP這麼成熟的經濟體 又是大概1%左右 但是現在有了AI 令到有些人懷疑會否突破了trend growth rate 會否提升到2%至2.5% 因為AI的生產力提升了 TFP提升了 我覺得這是極有可能的 其實很有可能的 但首先大家要小心 中美競爭很激烈 我以前好像上次不知怎麽說 經常都說彎道超車 如果中國很急速上升 正式彎道超車 即是不說PPP的GDP 即是說明義GDP 都超跌 其實勝負已分是安全的 中國最近兩年前追到美國明義GDP的80% 今年又拉闊到差距50% 即是很不幸 因為人民幣的調整等等 但如果美國長期領先 世界可能安全一點 但如果兩個的增速越來越接近 可能通脹匯率又比較穩定 可能未來50年、100年 中美都是大家很接近的 這個才是最容易擦槍走火 越容易大家碰撞 越容易令世界不安全 所以其實這是有一個擔憂點 但美國固然一部份可能是AI driven的 實際的生產力加速 當然另一方面就是 施生說擔心美國財赤是否很持續 我覺得這有兩點 一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大家以前有個錯誤以為 極限是100%GDP的總債務 即是中央政府 超越了美元崩潰 通脹飛升 債息升到7%至10% 然後美國就違約破產 結果 但我早已指出 如果美國 100%就嚴高 現在大約120-130 日本呢 日本長期是250%GDP的 日本的經濟、貨幣、JGB 都大致更穩定 雖然今年是否要放棄YCC 比JGB十年債升到1% 1%是我相信 很多人就說 日本不同嗎? 日本是內債 我分析過了 日本外資擁有的JGB 大概是14% 美國是多少? 現在是24% 美國依賴外面 持有的債是多於日本 但它是大佬 它是超級強 24%是否不可持續呢? 中國減少了一半以上 2萬億到8千億 美元、美債大致上是穩定的 所以 反過來說 美國這個行為 用這麼高的財政去持續經濟 可能是不可持續 但部分取決於有沒有替代品 無論美元或美債 我上次也說過 中國如果長期是繼續封鎖資本帳 繼續抑制人民幣的正常估值 是低於正常估值的70% 沒有人挑戰這個美元 為什麼會崩潰? 可以更加鼓勵它 可以接受多些財政 譬如說美國的極限是200% 總債對GDP 但可能因為中國不挑戰它 它就可以去到230-250 所以很多人錯判 以為100%已經是極限美債 但原來不是 所以這是另一個重點的因素 即是臨界點去到什麼位置 債務線爆破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日本為例 200%也沒有事 所以美國為何120%是有事 再說你分析 通常人們錯誤以為 日本全部內債 但原來也有14%是外面持有 美國只不過是24% 基本上就看國家的整體角力如何 如果你在做一哥 全世界沒有其他貨幣可以取代它 它可以忍受的程度就會高很多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差的國家 小小事有些謠言出來可能已經是擠題 譬如現在中國人民幣都波動起上來 壓力對國家也好對經濟造成的壓力都比美國現在國債高所造成的壓力 這是整體角力的因素 我相信大陸最近都已經意識到他想短期內分勝負的機會很低 習近平去見拜登都說他們沒有賭美國會輸 賭美國會輸其實會走錯很多企 但習近平這個說法在民間似乎都還有人說東升西降 說無色優惠 他自己說過的 他說不只是民間說的 我知道 現在他對著別人的審風又沒有說 說是另一回事 實際做的事是另一回事 早一個月前我聽過一位很出名的風頭專家 亦是一個中國政經體制性西方論的宣傳者叫李世默 聽過嗎?Eric Lee 最近來了香港搞了一個talk 我最近聽過他說 他很大膽肯定 他說中國如果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及要達到共同規約 不可以相信市場 只可以是top down 由中央計劃經濟先推倒三個板塊 他隨便說 他說要推倒房地產 推倒互聯網平台經濟 以及推倒基本製造業 然後才可以建立所謂先進的製造業 他真的這樣說 他覺得很驚人 他說這樣才能達到共同規約 但事實上是甚麼呢 事實上你推倒房地產 就做了債務危機 你又沒有想過怎樣處理 施先生好像也說過 你會拖慢整個經濟十幾年二十幾年 就像日本那樣或者更差 這已經是很無知 你推倒互聯網平台經濟就更加無知 他說商業模式的創新都不是高科技 這是無知之中的無知 即是謬論 你想想有了e-commerce 有了網上視頻等等 多少人帶來了生活的方便 娛樂增加資訊 怎可以說這些不是科技 還有之前也有人說過 美團是賣白菜不是高科技 那你就不會數學 Routing optimization是一個很高級 很複雜的數學問題 也需要加很多的雲端計算 甚至AI配合才能夠做到這麼及時的速遞 所以你如果有偏見或硬件才是高科的軟件 是賣白菜 這是錯中之錯 那現在我們就在吃苦果 還有AI年代競爭 要鬥晶片透數據量 鬥晶片的資訊自由度 你封了互聯網 拿不到外面的資訊 晶片固然有些限制 你又打殘了自己的互聯網企業 以前五年前騰訊和美國的M7 叮噹碼頭一樣市值 現在縮到人家四分之一 七分之一、十分之一 那已經完全沒有競爭的能力 所以這些是很無斷的 結果更差 就算罵這個基本製造行業 都是很差的 他們為中國改革開放供應了四十多年 你現在就將它分析 他簡直說一句 他說互聯網年代的創業家 馬雲已經過時了 歡迎你們搬去新加坡搬去日本 我們還好拍手掌放炮獎 我們騰出空間給新一代 認識硬件科技的創業家 這是謀論 再說你現在top down restructure 我就看不到 我看到數據 現在中國的top 20%和 bottom 20%的收入差距 是歷史上最高的 是6.4倍 是越拉越闊 但美國如果信MIT報告 就越收越窄 所以美式的共同富裕 好像實現得更快 比你中式的 這個就是很悲哀 你不信市場的時候就是這樣 先生有沒有解釋 現在看來 例如你剛才李世脈的說法 我見過這種說法是數兩三年前的說法 最近他都沒有說到那麼激 這是四個禮拜前 四個禮拜前 因為內地出現這種情況 都是有一些基本的經濟理論上 我認為出了差錯 現在最新是先立後破 這就是彌補 但你說是沒有用的 你的傷害已經做了 說是沒有用的 他們對金融的功能是貶得很低 認為實體經濟製造業是價值高 這就是經濟又不懂科學 所以他們的金融是著重於黨如何控制金融 而不是利用金融作為經濟的血物 作為經濟的樞紐如何發揮作用 最重要的市場就是能夠最有效配置有限資源 這就是市場 你現在計劃經濟 加上AI現在的水平 效率遠遠仍然是不及市場 自動去調節配置有限資源 這就是最根本的 如果你否定了這件事 就看到現在的惡果 我都贊成自由經濟市場分配資源 不過現在譬如美國的金融亦有異化 譬如很多AI或互聯網企業 當然有它的價值 但因為它的估值系統可以去到幾百倍都可以 NVIDIA未來一年的PE可能市場分配24倍 我估計可能只有20倍 這些屬於製造業 超高端 Microsoft那些都是20倍 現在不是二千年 不是那麼多幾百倍無限PE的股票 令到它的財富增值的速度 所以原本的批評是 美國無限資本主義會製造貧富懸殊 社會矛盾 所以我才特別提出 如果MIT研究部是真實的 反而原來它有自動調節 income gap也很短 那你就是趨漲嗎? 但wealth gap就不容易短 income gap還是wealth gap重要? 我知道是兩回事 但一般人會覺得income gap更加重要 因為這個要提出了這個問題 再說income gap就有儲蓄 例如低下層 有儲蓄便可以有資產 可能 eventually wealth gap也會收窄 你要有收入才有資產 wealth gap的基礎很重要 它基礎大一膨脹 當然有錢人膨脹得快 社會矛盾和開飯不開飯是income不重要 如果沒有收入就買不到 所以基本上我也同意 美國的矛盾不是短期內會爆發的矛盾 你既望美國自己爆炸機會率很低 所以中美的競爭在策略上要調整 這個我大致上贊成 但仍然有些不同 再說一次 美國人現在不感受到自己的income gap 是 narrow的 他還記住通脹很高 我受損害 亦有部份人追不到通脹 所以怨聲仍然再度 所以看到政治仍然兩極化 民調和拜登的支持率 雖然經濟做得這麼好 當然有其他問題 他的年紀等問題 但其實社會矛盾是嚴重的 如果持續的income gap是收窄的話 可能會幫到 但不是現在 我想要再過一兩年後 人們才能感覺到那個效果 第一節內洋威非常精彩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第二節回來再見 未來的programming language 很多人都說 已經變成只是語言 即是中文、英文 但那些人只懂得用 他不懂背後的理念 你說他不需要 所以他就變成低一等的動物 人的能力是語言 超過這類型的智慧 所以我不算很擔憂 人工智慧會控制到人類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AI